接下來就是我的龜 你如果不敢穿皮書的 你一定要投資的就是 一個西裝褲 但是這個西裝褲 我去年的春天買的 2023年春天買的 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穿 都很好看 是不是腰太大 我覺得你 我跟你講我本來 這是我的尺寸吧 我本來 這是我的 它是鬆緊 夾兩件 我本來以為它有繩子 超繩 超繩 我喜歡穿滴滴的低腰 我不知道它那麼大 這個牛仔褲 香奈兒的牛仔褲一樣 它也是正腰 但有彈性對不對 它也是正腰 但是我把它整腰剪掉 那是你剪的 不是 他們幫我修改 這麼貴也把褲子剪了 對 我把褲頭給剪掉 本來是這樣 就是有一個 因為它把它鑽成低腰 對 我把它鑽成低腰 這樣 好酷喔 那我把整個褲頭都剪掉 獨一無二 對 這樣我才會垮垮 繞繞這樣子 所以 這個灰也是 這件我已經買了兩三年了吧 也是那種 那你如果跟我一樣 身形的這種困擾的話 你也可以去改這樣子 把褲頭剪掉 對 整個褲頭都剪掉 好厲害喔 就不會那麼的臃腫 好 這個 這個灰也是經典灰 就是這個也是一樣 如果 如果我沒有 超好看 我平常我不敢穿 我私底下的我 除非上班 私底下的我 我不敢穿合身的 就是 太合身 太合身 因為我很不喜歡我的身形 對人家一直 一直看 因為那個身形太明顯了 所以 我如果下半身要失蹤 我就不敢穿 剛剛宜珍的那個 那麼緊的 我就會穿這樣 好看耶 好好看喔 這樣寬寬的 失蹤了 對 也是配靴 對 也是配靴子 好好看喔 好好看喔 那我也可以這樣穿對不對 我剛剛講的 我可以這樣穿 下半身失蹤穿一個靴子 或者是我也可以穿 可以穿嗎 有整套 這樣整套的 真的耶 這樣整套 而且它是縮口的 好 來了 我也再一次告訴你們 就是說 它會改造耶 對 就是 它的西裝褲 是寬的 是 是這樣 正常是對的 它的正常 那你就要 你去試妝的時候 它不是 師傅會幫你 摺 摺到你要的 長度 對 那我說我不要 你只要幫我縫一個 這個 鬆緊 鬆緊帶 那我就可以 怎麼穿呢 我可以這樣穿 鬆緊帶在外面對不對 對 但是它會 它會變成這樣 對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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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一點 旁邊會掉下去 圍燈籠感 對 然後又或者是 我可以把它拉很高 也可以有一種 不同的感覺 露小腿 這個是一個 它是什麼 它有一條 迷你衣裙嗎 它有一條長裙 不會撕到哪裡 但是我昨天一直找 一直找都找不到 然後這只是它的 這是什麼 這是裙子嗎 沒有 它是它的 它是一個 多層次的外面 它兩件式的 它就是 我來看 可以蓋在它的長裙上面 對 它一模一樣的長裙 然後 這要拿起來 你就可以 這樣 反正它就是這樣 那這個是什麼 反正它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樣一個造型 然後那個是一個長裙 這個我想說 我為什麼會帶來 因為第一我找不到那個長裙 然後第二我覺得 它可以配每一個 褲子 它也可以配 立文的褲子 然後它 就是很有趣的一個 設計感 腰風 屬於腰風 對 好可愛喔 就是這樣 然後 我為什麼會帶這個呢 說如果你是一個 不敢穿這種灰的人 你可以穿在裡面 我跟你講 灰色 我發現它配 亮色 好好看 對 有一些人 他不太敢嘗試灰的話 你就可以穿在裡面 然後外面搭亮色 又或者相反 裡面穿亮色 外面穿灰色 那還有呢 灰還有一個什麼 投資 你不敢投資全身都是灰 不管是西裝 襯衫 或者是T恤 那你可以投資灰的圍巾 搭在那個亮色 亮色 粉紅色更好看 你如果搭 對 粉紅色 灰色 灰搭粉紅色 灰搭粉紅 好好看喔 就是這樣子圍 如果你要投資一個圍巾 如果你要投資一個圍巾 OK 我覺得灰色搭 就是這裡就有兩種灰了 對 搭一個亮色的 你就不會覺得你的膚色那麼的 紫白 或是灰灰的 那這個 這個灰也是 就是灰不要只買一種灰的圍巾 我也覺得很適合 很實用 它也是兩種不同的灰 有沒有 有淺的 再深一點 有深 有淺的灰 這樣子層次的 大家就不會覺得 你的氣色那麼的不好 都是給那種比較不敢穿 全身都是灰的人 給你們參考 可以投資的灰